刚刚说到六八哥哥送给我的拖宝战士宝藏猫可 我怎么听到这个箱子里面的小鸡的叫声呢 我记得他说送给我四个电池汽车 不会吧 拿到这里面真的有小鸡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好像真的有东西 什么情况 竟然是一个小猫 这个好像是六八哥哥家的猫 它怎么会放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都有什么玩具 然后是 这个好像是一个音速雷霆吧 它是个变成机器人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好像是个越野车吧 而且它超大 它好像是个巨岩阴风 它也是可以变成机器人的 然后刚刚六八哥哥车 一共送给我四个变成机器人的 这边还有两个吧 这个两个好像是一个吧 它也是个音速雷霆 它们两个应该是可以组络到一起的 组络完成 它好像是那个银河现场网里边的吧 然后这里边怎么只有三个变形车呢 哎 这边还有一个 它好像是那个最新的吧 一个变形的机器人 拖宝站着银河站探的一个极速霹雳 这里边一共有三个赛车 但六八哥哥说 总共有四个赛车 难道另外一个被那个猫吃掉 哎 什么情况 那个猫怎么不见了呢 哎 小朋友们 你们有看到那只猫吗 刚刚那几个小朋友说没有看见那只猫 难道它会坐到这个草丛里吗 喵喵 喵喵 哎 不会不见了吧 喵喵 哎 如果不见了就糟糕了 刚刚六八哥哥说那只猫应该会自己找到家 然后这个极速霹雳呢 它也 哎 果然是 还是一个超帅的赛车 下面我们开箱玩具 超帅的一个极速霹雳的变形机器人 还有一个超级小细的说明书 它可以由机甲模式变成载具模式 首先第一步将这个部件向后翻转 然后再向上翻转 急速霹雳变形完成 我发现这个赛车的形状 竟然有一点像兰博基尼 尤其是前面这里还有一个超帅的风网结构 在车的后面呢 还有一个贯穿车的尾灯 这个急速霹雳的载具形态 跑起来速度可能超快的 哇 下面我们对比一下 这四辆超帅的变形器 哎 它也掉下去 哇 掉下去了 选手准备完毕 不过今天这个赛道呢 有点抖 所以战斗应该比较激烈 下面比赛开始 第一个急速霹雳 第二个音速雷霆 蓝色的 第三个越野车 巨炎先锋 第四个红色的音速雷霆 哇 下面我们看一下比赛成绩 哎 这个越野车竟然跑到了最后一名 看来越野车不太适合跑这种竞速赛 然后是音速雷霆 竟然翻车了 哎 这个小的没有翻车哎 那个急速霹雳 哇 在这里 这个急速霹雳跑得也太远了吧 果然是一个超车的跑车哎 守护银河 脱宝抽筋 好